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然蒙对了吗 又或者 这八面银牌其实都是没有危险的 我心下疑惑 便试着动了动旁边的银牌 这次却发现 它们变得极为牢固 根本就无法移动了 如果强行拉转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因而 我只得放弃这个念头 文敏诧异地说 难道成功了 豆腐挠着脑袋就说 咱们运气没有这么好吧 我怎么觉得有阴谋啊 这石柱能走吗 要么咱们找个人先试一试 说着话 他的目光看向李胖子 但见李胖子身体之前被铁弩射出的孔洞 估摸着又觉得不忍心 又回过了头 自己伸出一只脚 在离我们最近的石柱上 狠狠踩了一脚 石柱纹丝不动 豆腐缩回脚 就说 好像没问题 但这一条由石柱拼接成的石道 以这种诡异而宁静的姿态 出现在我们面前 反而让人心里生起一种 说不出的古怪感 我们也不是傻子 不会傻到认为 那八分之一的几率 就这样被自己撞上了 之所以之前会胡乱翻牌子 我们只不过想看看 这些银牌所代表的意义 现在看来 他们显然是用来操控这些石柱的 我估计 翻不同的牌子 石柱的排列顺序也会有所不同 这是八选一的选择体 从近来到现在 道斗的人就在事先的安排下 一直做着选择 先是外山的那块石碑 紧接着是双鱼门 现在是这块八银牌 此刻 其余七块已经无法移动了 选择机会显然只有一次 这会儿摆在我们眼前的只有两条路 要么前进 要么后退 我一咬牙就说 我先去探一探 你们留下来 豆腐和文敏立刻紧张起来 文敏说 那样太危险了 万一出事怎么办 咱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我们已经耽误了好几个小时了 眼下的情况没有别的办法 就这么定了 不等二人再说 将手电筒光芒挑到最大 深深吸的口气 猛然跃上石柱 石柱依旧很牢固 众人站在后面 神色凝重地看着我的动作 我冲他们比了个OK的手势 示意无碍 紧接着便继续往前跳 之前石柱之间两米多的距离 如今变得非常狭窄了 大约只有半米左右 跳跃间无比轻松 我心中一喜 又连跳三根石柱 都是顺利无比 然而 我刚跳上第四根石柱声 猛然间 身后传出一声沉闷的吱咬声 紧接着便是豆腐等人的惊呼 我转头一看 赫然发现 之前跳跃过的三根石柱 等我离开之后 竟然猛然又松回火油坑里面 与此同时 我现在所站的这根石柱竟然也摇摇晃晃起来 并且开始往下沉 身后的砖锐一向不冷不热的声音 变得急促起来 力声喝道 快跑 哪里还用它多说呀 我立刻拔腿就跑 每一步的步伐都保持半米左右 几乎每踏上一根石柱 它就开始颤抖起来 越往前 石柱下沉的速度就越快 最后我的心几乎都冷了呀 因为 没等我跑到对岸 前方的石柱已经开始摇摇晃晃的 开始往下缩了 眼瞅着对面的安全地带 只有五六米开外的距离 但是我却无路可走了 我听到文敏大声喊了一声 不 那声音几乎要哭了呀 我艰难地在摇晃的石柱上 保持深情 听见这声音时 不由地回头一看 才发现 一向坚强的文敏 已经开始在流泪了 我心里一阵闷头痛 在这一刻 只想将它拦入怀中 可惜 却是再也办不到了 我根本无路可走 剧烈摇晃的石柱 难以稳住身形 为了不甩下去 我不得不蹲下身体 双手撑着石柱边缘 但是我不知道能撑几秒 这一刻 我唯一能做的 便是看清身后的人 不 陈轩 你回来 我第一次见文敏这么实态 此刻 我只是满嘴苦涩 因为我知道 自己回不去了 石柱继续下险 或许下一秒会沉入火油之中 然而 就在这时 剧烈震荡的石柱 竟然忽然蹬的一声停止了 我整个人僵在上面 一动也不敢动 只觉得这仿佛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这一刻 也不知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紧接着 我便听中公打惊起来 说 东兄弟 你 直到这时 我才有空去关注豆腐 不得不说 刚才在生死一瞬间 文敏痛哭的神情 几乎吸引我全部的注意力 我没有注意到其他人在做什么 直到中公出生 我才发现 豆腐站在人勇跟前 双手不停的动作 也不知在干什么 片刻之后 整个火油坑里 响起一阵咔嚓咔嚓之声 指尖缩回去的石柱 竟然又冒了出来 而且 最为奇特的是 石柱之间半米多的间隙也没有了 而是紧密地拼接着 形成一条平整的 石道 对面的豆腐 一屁股坐在地上 隔着老远 我都能看见灯光下 他脸上全都是汗 嘴唇哆嗦 屁股上的伤也顾不得了 众人目瞪口呆 这时 豆腐又从地上爬了起来 就说 快走 说着 他拽了震惊的专锐和文敏一把 背着装备包 帅先踏上石道 朝我跑了过来 这一次确实十分平稳 什么变故都没有发生 文敏等人 这才反应过来 赶紧跟上豆腐的脚步 虚语 我们三人总算到达石道的对面 众人面面相去 最后目光全部聚集到豆腐的身上 专锐的神色不太好看 他一向不冷不热 很是沉稳 但现在 我几乎可以看到他眼中的怒气 不等我开口 他已经猛然揪住豆腐的衣领 将豆腐整个人推到墙壁上 声音十分的阴沉 为什么你会知道机关 先是黑雨 然后是铁弩 现在是火道 你都知道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我带着人马来玩命 是看在之前的情分上 不是带他们来送死的 专锐平日里打击豆腐 说归说 但是还没真动过粗 豆腐有些害怕了 用眼神向我求救 我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我不知道豆腐究竟隐瞒了我多少 但是我可以理解 专锐此刻的怒火 他带着自己的人马来帮我们 来玩命 但豆腐此时对此地的情形 显然很清楚 却知此为提 实在是 我深深吸了口气 就说 先放开他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专锐看了我一眼 眼角抽动了一下 最后缓缓松开了手 豆腐垂着眼 眼珠子乱转 就说 我 我没有 我就是 我就是凑巧 我忍不住冷声说 你这话 留着骗尸先去吧 说完 我想起 瑶芳那一幕 顿时有些后悔 果然 豆腐的情绪 立刻激动起来 怒道 我就是个骗子 怎么样 文敏立刻安抚 就说 小豆 你别激动 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你 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墓里的情况 是事先告诉你的 难道 他一直都有智慧吗 没有 豆腐立刻否认 他要有智慧 还会被我这个骗子骗到虚里面去吗 一说到这个 众人心下内疚起来 在场的人中 专锐 中工 还有我 都是经历过那场变故的 刹事件心中火气也消了 专锐狠立的神色收了起来 沉默许 周美说 到底怎么回事 你知道些什么就说出来 我们这么一大帮人 就算你不顾忌我们的性命 你总该顾忌一下 你的兄弟 还有顾警官吧 豆腐闻言沉默下来 一声不吭 我看着他 脑子里有些乱 我和豆腐 一个出身贫寒 一个出身富贵 但最后都落得无亲无故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 一直以来 都是极为信任对方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我从来不强求知道他的一切 但现在我心中却有种很无奈的感觉 我忽然发现 自己信任的这个兄弟 隐瞒我的事情太多了 这一切 似乎在尸仙出现以后 就开始了 他们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豆腐会知道这里的机关 为什么 无论我怎么问 他都不肯说实话 这一切 究竟是因为 什么原因呢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